深圳的烤鸡支柱65一位可以吃三个小吃 香大家我是老胡今天在深圳荣华区去吃个烧鸡支柱 真的是什么支柱都有65一位那个现烤的烧鸡 任吃了不知道好不好吃就去尝一下啊到了就是这家 烧鸡 炭火烤的烧鸡 烤鸡来了 焦脆焦脆的 用烫烤的就是香 准备开吃 这只鸡还蛮大的我觉得是那种 小鸡仔子 看起来蛮嫩的 单吃烤鸡的话是65 想吃别的是要另外做钱的 比如说你要吃鹅啊什么的 张鸡的干鸡才好吃 不是那么干鸡的话会有点有点腥味 如果它烤的话反正就抓了那个酱油 那就是是的 这是很美味的 但是我吃了 这个腿就这么大 这个鸡的话 身前的话 应该有个 两三斤嘛 应该有 哇 这个辣椒粉好辣 鸡脖子 脖子蛮细的 但是很长 这个屁股就不吃了 滑掉了 很油 很有腥味啊 你看这个皮很脆 现在吃那个猪油渣 是吗 任何动作 鸡胸 鸡胸比较柴 不过以前那个健身的时候老喜欢吃 因为便宜 这个烤的鸡胸还可以 没有那么柴 看这个鸡的话很多人来吃 吃两鸡应该还是比较轻松的 设置还蛮诱人的 今天他他当直播 老板那个烤鸡 来吃个鸡屁股 这只烤的有点焦 其实烤的焦脆一点还会更香一点 这一份的话有配一个酱油厨 还是觉得这样的鸡蝶比较好吃 不管它值不值 反正各种新奇古怪的自助的话 只要是自助都喘一点 因为我是新资助的嘛 对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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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鸡脖 这两块是鸡的备货 可以给它扣下来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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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这两块是 嗯 这条 素鸡鸡 可以扣出来的 啊 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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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鸡的那个凶大鸡比较比较发达 有点老 练得不错 上一只比较香啊 这只的话稍微烤的那个肉质口感不太好 怎么说呢 这个的话值不值的话 我也不决定 像这个鸡蛮大的 像进货的话一只应该也要个二三十块 是不是有人会说这个鸡一直进货才什么九块九啊 我觉得那应该不可能 如果你能吃三只的话是绝对不会亏 感觉这边主要是那个火锅了 就是鹅肉啊还有什么羊肉那些的 这个烤鸡的话是附带的 这边的话晚上五点才有啊 要是放在中午的话 我应该还会再吃一只 晚餐的话吃两只就好了 再吃第三只就感觉 吃下去的话会有点 可能会有点恶心的 有点腻 晚上不宜吃太多 油有点顶啊 然后这个烤鸡的味道 撑吃不起啊 第一只好吃 第二只的话会稍微差一些 感兴趣想吃的朋友可以来查一张啊 好了 喜欢啦 我的记得点赞 分享加关注 我下期见到 拜拜